被绑架后落马的海南贪官李卓日,5月24日走上被告席。 据海南政法微信公众号消息,5月24日上午,海口中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海南省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、院长李卓日受会议案。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,2011年至2017年期间,被告人李卓日在海南省人民医院。 担任党委副书记、院长期间,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在医疗设备和医用耗材采购,工程项目发包及工程款拨付等方面为刘某华等人谋取利益,非法收受刘某华、陈某国、冯某、杨某、王某鹅等人的好处费230万元人民币,56万美元,上述款项折合人民币,共计573.9393万元。 公诉机关认为,被告人李卓日身为国家工作人员,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务共计人民币,573.9393万元,为他人谋取利益,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评审中,被告人李卓日认罪悔罪态度良好,被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意义,并在最后陈述时,深刻反省了自己所犯的错误。 希望广大党员干部,特别是领导干部以他为鉴,汲取教训,不断加强自身党性修养,增强连接自律意识和拒斧防变能力。 上述海南省委政法委官方媒体消息披露,该案将择期进行宣判。 当天,海南省监察委员会和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委直属医疗机构、省属医疗机构、市县三级医疗机构、海口地区二级医院负责人和省卫生健康委机关人员, 共33人参加现场庭审观摩,另有海南省人民医院十余人到场旁听庭审。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,海南省纪委监委网站,2月11日,发布了今年春节后,首个厅及干部审查调查消息, 海南省人民医院员党委副书记、院长李卓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,目前正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 公开简历显示,李卓日,南,1959年10月出生,湖南安人人,汉族,全日治研究生学历,临床医学博士学位,主任医师,1981年7月参加工作,1985年3月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 李卓日立任湖南省人民医院院长助理,新疆吐鲁藩地区人民医院院长,党委副书记,湖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,党委委员,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,党委书记,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,党委副书记。 海南省纪委监委公布的简历显示,李卓日已于2018年9月,被免续海南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职务, 同年10月被免去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职务。 值得注意的是,李卓日曾卷入一起绑架案。 据人民网海南视窗,2015年9月报道,2015年9月16日下午4时许,海口警方接到报警称, 海南省人民医院院长李卓日遭人绑架,并被索要赎金200万元。 案件发生后,海口市公安局刑警、特警、反恐、秀英分局民警赶赴现场处置。 警方便依民警对现场进行控制,同时一边筹集现金,一边安抚犯罪嫌疑人情绪,防止其做出过激行为。 当晚八时三十分左右,刑警、特警等警力开始救援行动,趁己犯罪嫌疑人送钱,犯罪嫌疑人麻痹拿钱的瞬间,强攻破门而入,迅速制服两名绑架犯罪嫌疑人,并安全救出被绑架人员。 军警方对绑架犯罪嫌疑人进行突审,两名绑架犯罪嫌疑人,冯某、林高仁。 王某义,林高仁对其绑架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,并交代了他们两人,因在海南林高赌钱欠债,萌生绑架索取钱财的念头。 加之之前在滨海大道某小区做过装修工,对小区住户被害人的情况有所了解,所以选定对被害人作为作案目标。 先前,两人跟踪判典一个多月,最后决定9月16日上午,从海南省人民医院绑架被害人至其住所。